HELLO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金融絕殺半小時 今天聽說何寶sir有很多鳥要爆給我們 所以我早就趕回來和大家一起做伴侶 剛才好像眨眼看到幾隻豬一樣 還好說的,我回到來的時候連升降機都沒有 然後我走上七樓 就這樣衝衝衝衝 然後你回到來就沒了 不行,我一定要去看何寶寶sir,今天有鳥 你每天走七樓,便宜了你 為什麼? 鳥條一點,OK 現在開始 好 先問一個問題,看你遲到一兩分鐘就算了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受市場供應最成功 過去那幾十年以來最成功的投資界,投資專家是誰? 說全球 巴菲特 是的,厲害了,厲害了,果然你每天要走七層樓 因為你走完之後,滿身大汗就會自動腦筋就會靈活一些 知道嗎?真的騙你的 我沒有說你要減肥 又可以減肥 當然了,大名鼎鼎,魚雷觀耳的 不菲特,今年九十二歲 是呀,如果我到九十二歲 都有他現在這樣的魄力 一流一流一流 因為這個對我很重要 因為看上去說我九十九歲 他的拍檔Charlie Munger 更厲害,九十九歲 九十九歲,OK 兩個都快下台了,不過會交給年輕一點的了 他們的投資旗艦,Berkshire Hathaway 總行是在美國的Nebraska,Omaha 其實Omaha這個地方沒有人認識的 但是自從有了巴菲特這間公司在那裡 就出名了,一個Omaha 好了,自從他們一九六幾年了 掌陀到現在,紅花天下,OK 澳市同群,OK 剛剛星期六,他公佈業績 上星期我都說不到,因為不收市 他要星期六才公佈 哎呀,真的 一個全年的報告,不只是第四季的 所有股市,上市的股市 他們就是規定每一季就要公佈的 但是他這個不是上市的 這個是叫做全年的業績 2020年,全年的業績 Berkshire Hathaway 的 通常呢,盤帳是有兩個帳戶的 有兩個的 一個叫做operating earning 就是在操作上面運行的盈利 或者是虧本 兩樣東西,總之就是這個帳戶 盈利是379億美金 OK 但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叫做GAAP 的總收入 GAAP 即是什麼呢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聽說名字都很厲害 這個呢,也是美國證監才接受的 標準 accounting 的系統來的 但是這個呢 那盤帳呢,包括一些要交的稅啊 稅行啊 他在整個報告裡不斷強調 我幾十年來交了多少多少稅啊 就是這樣,當自己是美國的大功臣 OK 但是這個帳戶 去年是虧損228億美金 OK All right 是不是沿途復書呢 是否正確呢 operating 就賺三百多 這個GAAP 就虧了二百多 OK 沿途復書啦 但是這個一向得高望重 的人 很可惜他是美國人 美國人是全世界說謊最多 全世界最狡猾 最凶狠的一個民族來的 OK 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 OK 他也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 很愛國 他不斷說我 給了多少稅給他們呢 已經這麼多年以來 那你賺錢當然要付稅啦 這些不是說你撕捨給國家 而是你應該要付稅啊 對不對 OK 那這班是無賴來的 這班整班都是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德功望重 我這樣得罪他 有些人呢 贏的時候 整個好人好得不得了啊 你有錢你就自然好了 有事 不是個個有錢人都好的 但是呢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贏錢的時候 你就擺出來 我是好人了 OK 我是正當商人了 但是一輸起來 你見過別人打麻雀那些不好的牌品那些 嘩 我試過有一個 簡直 沒有啊 哪有啊 哪有輸 以為自摸回來吃炸糊 原來 他那天整天扔出窗口 你知道嗎 有些人的牌品是真的 這件真事來的 這是一個外匯經紀 這是一個外匯經紀來的 醜態百出 真是 當他們呢 之後你應該會再打個牌品 有 有 因爲我覺得很好玩 OK 因爲我又扔 你扔著你的臉吧 當這個人呢 輸的時候就醜態百出 揭起羊皮露出狼上 現在美國就是了 那麽多年以來 當自己是國際警察 現在揭起羊皮 嘩 不只是隻狼 不知是什麽 我真是想揪了頭出來去煲湯 真是 現在流行的嘛 你知道嗎 唉 青紅蘿蔔嘛 真是 真是很慘 真那個人真是很慘 我沒有說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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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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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我公司好 我公司的成長 就是靠operation 是不是 那麽 這句沒有說錯 但是你不應該這樣說 你明明有個帳戶是輸錢 那麽 你很多 凡是這些投資基金 你很久以前買了一個大資產 譬如Apple 他買的 Apple去年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對不對 所以 Apple那盆帳出來 就是輸了 那你要估值的嘛 每一年都 你估值輸了你就說我不算數 美國那些人 一直受人愛慕敬仰的投資公司 輸的時候 好像那些 排品不好的麻雀 又扔東西出去 有一樣 發洩 那整個美國現在國家 United States of fucking America 這種人渣的道德觀念 一模一樣 在這方面 我告訴你 現在美國是輸了給中國的了 已經有很多方面裡面 我肯定他會繼續輸 繼續輸 發洩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所以拿回一些小金 真的 不拿就不行了 老實說 一定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昨天出了一個Q&A 是長述 一路解釋那個香港強積金 那些基金管理 用了那些傳統的投資 差不多整個都是股盤來的 老實說 股市那年跌 那你就輸了 這樣叫做資金管理嗎 你只是投資了股市 叫做資金管理嗎 只是買而不空 好像我這樣 我看到那些事不好 去年我們全年空 全年空就是全年賺錢 對不對 他輸錢 我賺錢 吹嗎 對不對 所以 我告訴你 這件事不想再說了 更慘 那些什麼煲湯 OK 以下 這個真是很重要 這個真是要 是的 好了 今天的主體來了 發言露騷了 以下是我對美國整體經濟的看法 星期五新鮮熱辣 出了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叫做PCE PCE就是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就是個人消費開支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聯儲局說了三四次了 它是很著重這個數據的 因為這個是和通脹有莫大的關係的 OK 當然了 現在所有的數據 CTI也好什麼都好 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有時候又說要調整一下這個 各方的程式 有時候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有時候又將上次公佈的 又調高調低 喂 你這樣的數據 你們還拿著這些數據去解僱 蠢不蠢一點 老實說一句 OK 這個PCE這次出來 這個還要到市場的人士 都給它改了一個花名 你知道我們做DNA的 很喜歡 看到女兒正一點 就改了一個花名 不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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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改 OK 有時候是幾年 有時候是幾年 有時候幾年 有時候幾年 這數據 他們叫做 the smartest cousin of CPI 這個比CBI是一個更加聰明的 她說Cutson 是不是兒生 我當她是表妹 我只是有表妹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你又知道 那你究竟想做我的女兒還是做我的表妹 我當然是做女兒 叫得才女 女兒有很多種 我先告訴你為什麼這個數據 我會今天跟你們說要沽三大股子 股市會分分鐘會有股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通常是一年比一年的 現在出的二月出的其實是一月的數據 一月的數據是跟去年的一月相比的 year-on-year的數字相比 上一次其實是很低的 後來就調高了到4.6 那就是說 只要這個數據是高過4.6 就不好了 因為通脹太高了 如果低過4.3 就是OK 是OK 要看看要低多少 結果出來是多少 你知道嗎 4.7 那就是不好 就是多了4.6 0.1 也不是多很多 雖然不好 就不是very bad 是bad 那就是說 十月份的數據 又調高了4.6 更加不好 對不對 所以股市在一月份之後 自從這個PCE公佈之後 一直向上走 第一個工作人員一直升到幾乎是前個星期的 可以說是 這個肯定是 如果以邏輯去說 是不是應該要將它全部抹殺了 這些所有的升幅 對不對 OK 好了 各位慶重 你還在嗎 看不到你在 OK 好了 上星期四 US-30 首先第一個達標 OK 我的神奇數字 那麼現在 我看另外那兩個數字 都會繼續 是在 不久的日子上 達了標 那不用說 這個PCE一出 是差不多可以說是 定了下來 那個美國的整體經濟 和通脹情況 會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Fed Fund 那個 短期利息 原本 在未曾出這個數據之前 和過去兩個星期出的數據之前 那個市場的共識 是會大約 終極的短期利率 會去到五里 差不多的 那麼 上星期五之後 立刻 就升到上去 5.24% 還有 如果你問我 我就覺得 會更加厲害 會至少去到5.75% 甚至乎 六里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 有可能 現在的經濟衰退 現在經濟衰退分開幾個階段 最初說要軟地 然後就說 只要不要硬地就行了 然後就說 no landing no landing 就是在上面盤旋 沒有油 直到沒有油 就crash landing OK 那現在會不會 crash landing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 hard landing OK 所以 三大股子 我是主張 是沽 好 還有美元 也都會因為 美債 的美息 也都會繼續上升 超過這個4厘 我看 那麼 也都 美元 也都會繼續上升 那麼 如果美元繼續上升 就就是那個 非美貨幣全部下跌 那麼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是 今個禮拜 我的股盤和匯盤 就是 三大股子 我會逐點逐點沽 今天 美國未開市 是未作準的 那麼 你看到 如果它升得太高 你就沽 第一注 然後呢 就等 美國開市 看看怎樣 如果美國開市 呢 繼續升少少 也可以考慮沽 第二注 OK 然後呢 就在那裡坐在那裡等 但一定要放止選 那之後呢 就慢慢等它 看看 今晚 會不會跌 然後明天是月底 然後我看 三月一開始 整個勢 就去的了 那麼這兩天 頭兩天呢 就做少些 只是試一下市 而已 然後呢 三月呢 應該是大茶快 就來了 那麼 那麼 那 美金升那一邊呢 我就暫時是做這個 歐羅 和這個 英鎊 那麼 現在這些價錢呢 已經是抵沽的了 可以說是 那麼 我看來呢 這個 歐羅這次呢 如果被我估中了 我呢 又會再 看到 那個 Parity 那個 一算的了 那麼今天 我也都 給了很多 關於 黃金的 那些 技術性的 位 那麼 因為呢 很多人拿到大長金 都會 看到 那個金 現在遠了 因為美金升 那麼 我們也要給他們一些位 給他們看著 那麼大長金 暫時我都不動它 是不需要動 是那些未曾舊的 那些就買 但是呢 現在呢 要帶回那個套 帶回那個 以 空歐羅 去套凳 那個套 OK 開始 因為現在1.05 是 如果 他再 下去 一算 那裡有 五百多點 給你看的 那麼 那麼 黃金的 技術性 位置呢 就是 一百零八 現在一百一二幾 一百零八 一百零三 一七九六 一七九二 給予最後一個 一七八八 OK 好了嗎